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10月14日 星期三 我們英國時間 其實剛剛睡醒了 因為 昨晚 做到幾夜 做到5點多 之後睡一會 又醒了 上了節目 現在又再睡 看到一個 特別的新聞 沒理由不跟大家說的 這是特發新聞 習近平 南下深圳特區 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 在會上 習近平在說話 說很多話 大家的不弱而同 其實大部分人 在會上 的人都沒有戴口罩 尤其是坐在台上 看到習近平坐在中間 他旁邊 有流殼 但是我們看到 林鄭月娥 就被安排坐在這個最尾 最旁邊的位置 而他旁邊的官員跟他中間漏空了一個位置 很明顯 林鄭月娥 就是被隔離的 不知道 是因為 政治原因還是防疫原因 因為 林鄭月娥 是在香港曾經去過一個管弦樂的演奏會 這個演奏會 被揭發群組感染 很多人確診 相信林鄭月娥 絕對是有機會成為 帶菌者 我們現在最update的時間 特首辦就出來公佈 林鄭月娥 這個檢測是呈陰性的 他究竟是不是呈陰性呢 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這些事情可以有潛伏期的 上個星期 他參加這個管弦樂團 有人確診 到了今天 那個病是未完全發出來的 所以 他的陰性 不能夠作準的 好了 我們看到他開會 全場的人都怕了他 因為他是帶菌者 所以就把他放到最旁邊 另外跟官員隔開距離 但是這個問題 就很危險了 我們看到 特朗普 在這個 確診之前 據說就是接見了一批 軍人的家眷 那個 態度 或者那個 當時是有一個很親密的接觸 事發之後 他就宣佈確診 很明顯就是在那個地方感染回來 而林鄭月娥只是隔了幾天 都沒有過14天的隔離期 她就匆匆 上去深圳播毒 這個女人 基本上 我覺得她是一個 陰謀 是故意把這些毒傳播給習近平 原因就是她自己 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了 即使 特首辦出來說這番說話 你可以騙誰呢 那個14天的隔離期你也沒有過 你就說是陰性 這個陰性究竟是真陰性還是假陰性 本身林鄭月娥 也是一個陰人 短暫的假陰性 完全不奇怪 好了 我們看到 習近平在 說話的時候 說了很長時間 但是 一說到 說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開始咳 一直咳 一邊喝水 央視也很聰明 知道這個 當今聖上 已經 好像龍體為和 即時就把鏡頭 宣去台下 但是也沒有用 因為你始終在現場收音 也聽到她的咳嗽聲 每個人都看到她在咳嗽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林鄭月娥去了現場關係 將這些病毒 傳播給習近平 所以 這件事我覺得 是跟 白宮被群組感染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就要想一下 這個林鄭月娥 究竟有甚麼 盤算 她要找習近平來陪葬呢 又或者 她不只是要 習近平陪葬 她是要所有的人陪葬 包括她現場的劉鶴 丁薛祥 李希 陳希 這些人 還有廣東省長馬興瑞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原因就是他也知道 現在自己命不久矣 要找人陪葬 一次過找 整個國家的高層陪葬 其實我們看看台下 台上的人全部都沒有戴口罩 但是台下 全部都是清一色戴口罩 特首辦主任陳國基 也是制裁名單之一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政制事務及內地局局長曾國衛 也是制裁名單裏面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也是制裁名單裏面 律政司司司長鄭若驊 也是制裁名單裏面 以及財政司司司長陳茂波 這群走狗 在台下好像一個小學生一樣在抄筆記 每個人 很努力地抄筆記 全面走狗化 再看看林鄭月娥 她其實是出席著 管弦樂團上個星期五 的表演活動之後 竟然是 35歲的低音 丹王館樂手 在星期二 即是昨天 初步確診 全團個八個團員都要隔離 有甚麼理由林鄭月娥在現場 她和 政制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都在現場 兩個人 不需要隔離呢 這件事 我覺得是香港政府一個很大的問題 首先是誰 不讓她隔離呢 還是誰決定是不需要隔離呢 其實大家 已經想到了 當然是林鄭月娥決定自己不需要隔離呢 她 因為14日 即是今天的上午 她要去深圳 出席這個 會議 要跟習近平 見面 所以她是無論如何 都要去的 但是她不知道自己已經是大菌 或者是疑似大菌者的身份 到了一個這樣的場合 將這些病毒 全部感染了所有的人 我們看到 主辦單位也很聰明地把他們分隔開 隔離行離辣 中間空了一個位 好像一個預防帶菌者 這個預防帶菌者的情況 但是由於她也在這裏的時候 又不好意思不讓她出席 或者叫她回香港 強硬在這裏 你知道 這病毒很奇怪 她對於有些人 殺傷力很強 一下子就死了 有些人 就好像沒有了道那樣 像特朗普 三天就康復了 如果習近平這次感染 其實也挺手未長 因為你也知道 他只有六十多歲 但是反應就好像 拜登差不多 也要經常看稿才可以讀到一些字 所以 我們認為這次林鄭月娥 應該是 立下大功 如果可以成功確診 以及成功感染習近平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 這次來打批評 是 我們現在的確認 是 好 是 這次